现如今,外来物种入侵的事件屡见不鲜,有许多外来物种在当地泛滥成灾,给当地的农业,以及环境造成极大破坏。 这不,纽西兰也未能幸免,正发生住野猪泛滥的事件,令当地人民苦不堪言。 纽西兰气候威和,加上岛上资源丰富,使岛上的许多物种得到很好的繁衍。 不过,因为缺乏天敌,纽西兰的野猪大肆泛滥。 虽然野猪并未给当地其他牲畜造成威胁,但它们经常会跑到农户家或者公路上,给人们生命财产,构成很大威胁。 除此之外,野猪的四处流窜,还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农作物。 为此,纽西兰政府,不得不下令屠杀这些野猪。 为了消灭这些野猪,纽西兰政府鼓励当地的猎户,进行捕杀野猪。 但由于纽西兰地野猪体型庞大,且拥有攻击性,为此这些猎户们,必须携带猎箱。 而且还需要在几条猎犬的帮助下才可以捕杀野猪。 虽然这一举措太过于凶残。 但为了当地生态平衡,政府也不得不下此命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